莲藕属税联合植物,莲藕原产于印度,于三千多年前转入中国,在我国的江苏、浙江、湖北、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广东等地均有种植。图为2012年12月25日,济南淮阴区,吴家宝镇州关屯村外,身穿橡胶绑水服的李庆军和张勇在河塘里开始一天的劳作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据了解,莲藕具有药用价值,生食能清热润肺,凉血行淤,熟吃可健脾开胃,知谢故精。老年人常吃藕,可以调中开胃,一血补髓,安神见脑,具有延年亦受吃功效。 所以,在我国的大部分餐桌上,莲藕,也是一道很常见的菜肴。图为2013年1月5日,湖北武汉菜店区新农乡,截着冰临的藕堂,正在忙碌的挖藕人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莲藕一般清明节前后下种,9月份左右就可以采摘。夏季的藕价虽然比较高,但产量较低,因此,挖藕人一般在冬季采藕,虽然价格低但产量高,相对来说还是冬季采挖比较划算。 图为2010年1月,北京市通州台湖镇,许多湖南,安徽人来这里承包农田种偶,很多人因此收获了百万财富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对于挖藕人来说,可以赚一些钱,让家人过得好一点,自己再辛苦再累也值。图为挖藕人,在湖北武汉的汤汛湖里挖藕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据了解,职业挖藕人利用高压水枪,将泥浆冲开后就将藕拔出来,跟传统挖藕来比,效率要高了很多倍,一个挖藕人最多可以挖藕3000斤,以美金四角的价格计算,可以收获1200元左右。图为挖藕人在挖藕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种植莲藕最怕的是台风和暴风雨,一旦遇到台风和水浸,莲藕就会减产,造成损失,所以在遭到水浸,特别是立叶淹没后,应在八小时内紧急排水,时河夜露出水面,以防淹死。图为挖藕人在挖藕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当你在家享受美味的莲藕时,你是否知道挖藕人的艰辛?图为2012年9月17日,安徽合肥市潮湖岸边,挖藕人挖出来的新鲜莲藕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湖北襄阳,周明国在冰天雪地里挖莲藕,周明国今年53岁,从事挖藕已经20年了。由于年纪大了,他的妻子张清凤担心他出意外,就在岸边看着他挖藕。 图为2018年1月30日,最低气温零下午度,周明国在挖藕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2016年11月24日,湖北襄阳市,挖藕新手高修平在破冰,准备挖棉藕。 他说,挖藕人有一句话概括得非常到位,那就是,你在家里烤火,我在外面下水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